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个Smith-Wyson的这个SD9VE 那么这款枪呢是Smith-Wyson公司出用来跟这个格洛克竞争市场的 然后总体来说呢是以我的感觉上来说 做工方面可以说跟格洛克相同甚至说更好 但是唯一的就直观的问题就在于说 它的这个塑料看起来就是比格洛克的要亮 但是它的强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它亮会让你有一种感觉 它这种就是这种工程塑料会比较廉价的这种感觉 实际上不是这个枪我试过它准头非常不错 然后它怎么说呢 就是很多地方要比格洛克还好 首先咱就说它比格洛克好的就是它前面 至少人家这个苗是金属的 到现在为止格洛克不管是前苗还是后苗 它通通都还是工程塑料的 然后它这个后面的最早那批我记得是钢的 它现在这也换成塑料了 但是人家的这个塑料你看明显就又大又肥的 就稍微结实一点 格洛克那个真是碰碰碰就磕碰碰就烂掉了 根本没法用的 然后你看它他们有很多相似点 你看这个take down的这个东西 拆解的在这 然后拆解方法几乎也是类似的 那么可以说如果大家说买不到格洛克的话 你可以去找一找这个枪 当然了我还是老样子不建议新手去买格洛克 因为那个枪对新手可以说是最不友好的一款枪之一 当然包括这个 只要是这种就是极针式极发 并且没有外置保险的这种 对于新手来说其实都不太合适 因为他们就是任何塑料下半身的可靠度都会说白 就是牺牲一些可靠度换来了它这种就是清凉化 好 咱们现在开始讲它如何拆啊 还是老样子 咱们检查安全 第一件事是键带锡 然后把大家拿出来 好 然后咱们去拉这个slide去检查一下枪管理没有子弹 好下没有子弹 OK 那么接下来跟格洛克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出现了 当然了这也不怪它 是因为你要怪就怪是这是加利福尼亚版本的 你要怪是加利福尼亚这个垃圾的枪法 那么你检查完安全之后 你还是要把这个弹夹插进去 然后照着安全的地方扣一下板机 然后把弹夹拿掉 然后跟格洛克一样 把slide向后稍微轻轻拉一点点 然后把这个take down这两边同时捏住向下拉 然后它一推就出来了 好 就这个样子 然后把这个弹簧拿出来 你看 连弹簧都很像格洛克的 然后枪管也是一样拿出来 它跟格洛克非常多的相似点 那么大家其实你要是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清 我反正尽可能的提高这种视频质量 你们仔细看 就它里面的这些加工 以我的感觉上来说 可以说是跟格洛克差不多 甚至比格洛克都好 所以你看 这个完全真的是就是说白了 就是大家互相 你抄我抄你的产物了 这就没有太大区别 然后咱们把它装回去 也是一样的 牵管先装回去 然后弹簧 注意啊 弹簧有一头你看是大的平的 一头是小的 突出来的 小的朝前 从这个洞里穿 前面这个洞里穿过去 然后向前推向前压 好卡在这里了 然后把它拿起来 插到这个扫了一号 之后一拉就搞定了 但是呢 你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测试安不安全 也不是测试安不安全 就是你要测试它能不能正常工作 那么它一样 还是要插单夹 插好单夹之后 好 它扣板机是可以的 那么也没有其他东西 咱们可以试了 顶多就在试一个reset 就记住轻轻拉一半就可以 不要拉到底 拉到底它会被空单夹卡在那里的 然后试一下reset 好resetOK 就可以了 这个枪总的来说还不错 但是就是板机挺差的 应该叫挺差的 比如说你看到这里 前面这一块叫前面第一段 软软的无所谓 到这你能明显感觉到停顿了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枪都是 你再一抠 它就会直接想这个枪 它后面那一段就是很长 并且很不顺 有一种两个砂纸之间摩擦的感觉 而且很沉 非常沉 对 这个板机 是我觉得这唯一一个比功诺客要差的点 其他方面真的可以说 并价唏嘘 没有多大的差别 那么咱试一下 我正好带了这个 有这个gave 拿一下这个测量板机测量板机的这个 我再试一下 这板机什么样的 6磅11.9盎司 7磅12.2盎司 好的 我们再挣出来 7磅4.8盎司 7磅12.8盎司 8磅1盎司 咱们看一下它的平均值 平均值是7磅8.5盎司 也就是说它超过了7磅 所以我再装这个板机挺沉的 然后这是真的不如格洛克 然后呢 咱们这个枪呢 就算重新拆完 并且组装好了 好 感谢大家收看